轻度台风瓦西重创菲律宾 洪水灾情不断扩大 目前已经知道至少夺走569条人命 还有将近400人失踪 预估有10万居民受灾 当局已经投入2万名士兵进行救援当中 连日豪雨造成河流决堤 两米高洪水冲入淹没了街道和住宅 瓦西台风12月17日 从菲律宾南部明达纳尔岛登陆后 带来强烈暴雨引发洪灾 目前至少已经造成569人死亡 当局指出 顶礼中断和桥梁毁损 使得救灾行动困难 收容中心目前约有3万5千元 同时当地物资也十分缺乏 濒临沿海的卡加盐德奥罗和伊里干两处地区 灾情最为严重 菲律宾红石自会表示 灾情来的突然又发生在民众熟睡的夜间 同时受灾地区相当广大 许多房屋被冲毁 预计死亡人数还会继续增加 新唐亚太电视黄千锋编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毁